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矛盾估计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了 从原来的前苏联到现如今的俄罗斯 美俄之间的斗争长达几十年了 大家都在想 现如今俄罗斯已经不是美国的对手了 但是美国为什么还是要和俄罗斯过不去呢 美国可以在和俄罗斯的斗争中得到什么好处吗 其实美国是一个商人式的国家 美国现在的总统特朗普更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美国会做得力不讨好的事情吗 显然不会的 如果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斗争像越战一样得力不讨好的话 美国早就转变政策了 但是美国现在和俄罗斯依旧 见把弩张就说明了和俄罗斯之间的斗争 美国是可以得到好处的 那么美国到底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 首先是在冷战时期 美国和苏联的冷战那是二虎相争 那是在争夺世界霸权 在这个时期他们的斗争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这是一场成王败寇的战斗 对于美国来说 如果不和苏联争霸 那么美国就有可能在全世界处于被动地位 原本自己的小弟也会转向苏联 美国将转向全面被动 在苏联解体以后 美国一度对俄罗斯放松了警惕 但是在普京总统上台以后 这个就是就变得不一样了 普京上台以后 对外强势 国家的综合国力也是逐渐强盛 此时 俄罗斯就成为了北约东扩 欧盟扩大的一个严重威胁 尤其是对于那些东欧的北约国家 那是要直接抵御俄罗斯的冲击的 作为北约的大哥大 美国当然地继续遏制俄罗斯 保护自己的小弟 维持自己的形象 维护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 这也是美国在门罗主义以后 一百多年的既定国策 再有就是 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必须要找一个赤军力敌的敌手 无论是俄罗斯威胁论 还是夸耀俄罗斯军事实力的强大 都是在北本国居民看的 只有美国有一个强大的对手 美国国会 美国人民才会允许美国扩大军费开支 才会让美国政府在全世界供养那么多的军队 所以说 美国还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 美国并不会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 美国要想保持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 在任何时候都会找一个潜在的敌手的 当然了 因为俄罗斯拥有的众多的核武器 还有俄罗斯历史上曾经多次向东欧扩张 俄罗斯就毫无疑问变成了美国最大的敌手 所以美国就这样不遗余力的对抗俄罗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